如果你要找音樂的素材 雖然我上面沒放,但是最簡單的 其實你可以到哪裡 到YouTube上 YouTube上就有 一樣是在我們剛進來的這個叫做創作者工作室 你進來這個地方之後,你看左下角 有沒有叫做創作工具箱 這個地方 點下去 其實不只這邊 只是YouTube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那你進來這邊之後 它有好處是因為 第一個,它有分 所謂的音樂跟音效 各位應該知道什麼是音效 這樣叫音效 對不對 所以它上面有 那第二個,它有所謂的情境跟類型 它都幫你分好了 這樣是相對方便很多 那 再來是版權的部分 比如說你看第一個,你喜歡第一個 這個鄉村民謠麗製製的,你可以先play一下 有看到版權了嗎 有沒有 那有的它告訴你說你只能 比如說只能用在哪裡哪裡 那像這一種就直接 這裡 這裡 這樣會了嗎 這是在YouTube上就有先幫 各位先 做好的 所以其實 你會發現有一些網路上 你看到人家傳來傳去的 音樂 市場都來自這裡 都來自這邊 那這是最單純的 網路上其實還蠻多的 只是 YouTube這邊是 各位一開始在找 是 它分類都分得蠻完整 而且速度上也還蠻快的 所以比較好找 這樣OK 好